副總統賴清德在當選總統之後 也首度開直播在線上卸票 不過大家就很關心 他有沒有想好520之後的隔魁人選 雖然他還在賣個關子 不過他也透露未來的隔魁 還有內閣也不一定都是民進黨籍 要展現的像我們像主人一樣 所以我們先來恭喜 像是在台北市議會就對了 先恭喜清德兄 這個當選 恭喜 大家開玩笑 恭喜清德兄 當選總統 民進黨新聞部主任吳征 找來台北市議員苗波亞 林亮君當主持人 與未來總統賴清德一起開直播 線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賴清德 歡迎有空來民進黨中央黨部走走 給我們加油打氣 難得開直播跟網友互動 賴清德有點小害羞 這次賴清德藉由直播在網路上卸票 不是我打破這一個魔咒 是台灣人民破例任用 感謝選民幫自己打破紀錄 成為繼李登輝之後 第一個選上總統的副總統 而賴清德也聊起現在大家最好奇的 到底會找誰來接任格魁 現在有好幾個在思考 因為現在還在選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那等時間比較接近的時候就會跟社會大眾報告 賴清德心中已經有不少理想人選 但到底有誰就是不能說 不過賴清德賣個關子 格魁不一定是民進黨籍 我們不僅僅行政院院長要推出好的人才 各部會也是一樣 不完全都是民進黨 只要好的人才 不管他是在其他的政黨 又或者是社會上 束縛眾望表現傑出的人才 格魁是誰現階段大家只能繼續猜 得等到立院龍頭選舉結束後 賴清德才要來揭開這神秘面紗 記者綜合報導